2023年荣获海外台商磐石奖的IBEF基金会执行董事王家培贤抗力 凯通有人一众来到本山访山 一早来到礼金大厅三楼 与佛光山注持新宝和尚交流佛法感悟 当中有人问到该如何成佛 新宝和尚也向他们解惑开示 一个就是信心啊 对佛法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 可以行善 可以结缘 可以布施 依照你过去的种种 过去的种种 那你已经产生了信心 产生了这些功德 那在将来 你基本上你会成功 企业家王家培不仅是一名佛光人 在去年更荣获海外台商磐石奖 过去他曾和开山主师幸运大师 在美国希赖寺解下不解之缘 多次表示从开始接触佛教后 了解到慈悲喜舍的精神 所以借此基金会推动教育奖助金 期盼能加汇更多子弟 这个成立了基金会以后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个鼓舞就是说 有佛菩萨的保佑 让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把这个事业做好 那也同时我们也把学伙的这些心得 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意的经营上面 对待员工对待客户 我们的本质这样 学佛的这个精神这个理念 就像宝康山给我的加持 要有信心 来到佛光山真的是 让我的生命的第二春又找到了一个 很光明的路线 一些人放慢脚步 透过宝山与佛接心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 用潜显易懂的方式 唱谈佛教经典 也让众人更了解学佛的内涵 除了培养佛心 也期许自己能透过学佛 得到更多信心 帮助更多社会大众 这位是王商义高雄三宝报导